你越讨好别人就越遭人嫌弃 你经常帮朋友忙 可当你需要朋友帮忙的时候 一个都找不到 你认真对待自己的合伙人 可他转头就背叛你 你付出所有感情对待自己的另一半 可他却还是各种责怪你 别再做卑微的烂好人的 别人绝对不会领情的 可能有人无法理解 事情为什么会发展成这样 难道这个世界上 就没有真心换真心了吗 有这样的想法 只能说你在人性这个维度上没有觉醒 还在被过去的观念所误导 试着想想你脑袋里对人的定义是什么 我想很多人都觉得人是天生善良的 坏人是少数的 其实人是不能用 善良和坏来轻而易举的定义 人性非常的复杂 所以接下来 我会与你聊一条非常深刻的人性逻辑 搞懂这条人性逻辑 你对人性的理解会上升几个档次 并且我不仅会说理论 还会说实操性的内容 帮你理解这个人性逻辑之后 还会告诉你 怎样具体去实践这个人性逻辑 人生要做的永远是探索真理 挖掘真相 本文帮你能够理解世界真相 洞察人性 颠覆人知 重塑大脑 我们所有的行为都在遵循一个原则 叫趋利避害 我们想睡觉 是因为我们不睡觉身体就会不好 我们想吃饭 是因为不吃饭就会恶浊 这其实就造成了利益损失 我们去工作 目的也是为了更好的生存下去 这对我们而言同样是获得利益 我们结交人脉 也是为了想通过人脉帮到自己 获取利益 你随便去思考自己的一举一动 无论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 你都会发现 我们一定是在努力追求利益 避免损失 这样的习惯来自于我们的祖先 那个时候我们的终极目的就是生存 生存就是靠打猎 如果不追求利益相当于就是放弃打猎 所以从那时候起数万年间 人类精英就克入了 趋利避害的人知 深深融入到了我们的身体里 很多人就是因为不懂这点人性逻辑 只知道用感情和道德的方式 去解读某些现象 导致他们永远看不到真相 想不通某些事 我们用感情和道德看到的一切东西 皆是假象 只有用人性的逻辑去分析 才能看到真相 就像开头说的那些现象 你付出的越多越被人嫌弃 如果站在情感和道德的逻辑来看 这样的现象是说不通的 按理来说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好 那他们之间会有感情 并且道德上也会向另一个人做出 相应的回馈 但现实呢 却是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越好 另外一个人越嫌弃这个人 甚至还会欺负他 但如果用趋利避害这个原则 来看这种情况 事情就变得透彻了 站在对方的角度来看 你对他的好并不是他需要的 他已经站在一定的高度 如果他去接受你的好 到时候他还要对你好 这样看起来你对他好 其实是会对他造成损失 他自然就嫌弃你 并且如果你是一个烂好人 总是对其他人好帮助人不求回馈 在别人的印象中 你就是一个好欺负的人 欺负你不会造成任何损失 还能给其他人带来爽感 完全符合趋利避害的逻辑 所以你看好了 反而还容易被欺负 这就是真相 你看是不是很透彻 我认识一个女性朋友 他对他男朋友特别好 又是洗衣服做饭 工资还上交 从来不责怪他男朋友 这样的女孩算是很稀缺了吧 可即便如此 他男朋友却不珍惜 反而对他进行各种伤害 最后越来越厌恶他 还和他提分手 如果站在情感和道德层面去看 他男朋友是不是太过分了 他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好了呢 但如果用人性的逻辑去看 这只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 这个女孩对他男朋友太好了 无条件的付出 给男朋友付出的太多太多 如果不提分手 那他男朋友无法回馈一样的好给他 跟欠债的人一样 不停向帮助他的人借钱 直到翻脸 因为人的内心会做出趋利避害的选择 甚至有些品行低劣的人 会恩将仇报伤害帮助过他的人 这就是古代人说 生米恩 斗米仇的根本原理 所以你不能因为你对一个人好 就期望他会对你好 这种期望其实是一种愚蠢的表现 因为你并没有从人性这个角度 去理解对方 所以他对你好不好 和你对他好没有关系 只和他自己的利益有关系 所以如果你总是为别人付出 而不得到回报 那只能说明一个问题 你根本就不懂得人性 不懂得如何在人性的维度上 去思考问题 你总是用你的感情和道德 去揣摩别人 导致你的人生越走越艰难 你现在要把这种思维 重新打破重建 洞察人性颠覆认知 重塑大脑 让你不再为对别人付出而烦恼 让你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好 在这门课中你会学到 趋利避害的逻辑 在每个人生活中的运作方式 以及你在日常生活中 怎样运用这个逻辑 从而让你的生活变得更加的顺畅 更加的自在 下面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课程 首先 我要告诉大家 一 在任何情况下 都不要去追求感情 这听起来是不是很刺激 甚至有点过激 但这却是人性逻辑中 最为基本的一条 在你的一生中 只有在生死存亡的时候 你才能追求感情 为什么要这样 你可以想象一下 一个人在生死关头 他会选择的是 一个对他好的人 还是一个对他坏的人 如果你身边有一个 对你好的人 那么你就会感到很安全 如果身边有一个对你坏的人 你可能就会有生命危险 所以在生死关头 追求感情就变得非常重要了 但在其他非生死关头的时间里 我们就不能够追求感情了 因为感情和我们的利益关系不大 只是一种富裕的情绪 在人性的维度上来看 追求感情 其实是一种不理智的行为 很多人一谈到感情 就迷失了自己 我曾经遇到一个学员 他一直对他前女友念念不忘 每天都想着他 看见他就会心情特别低落 我当时就告诉他 别再追求感情了 只追求利益 只有利益才是我们生存的动力 感情是次要的 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毕竟他一直都在追求感情 但事实上 感情和利益是矛盾的 感情是建立在利益基础上的 一旦没有了利益 感情就会崩溃 所以感情不过是一种表象 我们要去追求的是利益 只有你追求利益的时候 你才能够在人际关系中立于不败之地 在这个过程中 你就会发现 当你追求利益的时候 感情也就水到渠成了 你是不是有很多次 在感情的问题上想不通 为什么别人总是对我不好 我对别人好 他们为什么不搭理我 为什么别人总是越对我越坏 我对他越好 他们为什么不懂得珍惜 这是因为你一直都在追求感情 你追求感情的时候 就会在利益上吃亏 而一旦吃亏了 感情也就崩溃了 所以不要再去追求感情了 有人会说 我追求利益不是很现实吗 为什么要这么现实 但事实上追求利益不能说现实 你想一下 没有利益你能得到感情吗 人与人相亲时 为什么开那么多条件 要车房身高 学历 地位 金钱 职业美帅 要先有条件利益 才开始感情婚恋 甚至是微入社会 年轻男女交往 他们没有金钱关系 但基于生物基因利益 选择男女朋友方面 往往要求男要高帅女生 也要五官漂亮 身材好符合优生学 等方面条件 在这个世界上 你没有利益 你能够生存下去吗 你没有利益 你怎么去交朋友 怎么去生活 怎么去工作 怎么去和别人相处 所以追求利益 是最现实的事情 你不要以为 追求利益 就是利己主义 这是一种误解 追求利益 是一种正常的人性逻辑 只有追求利益 才能够在这个世界上 立于不败之地 而不是感情 你可以想象一下 在一群恶狼面前 你跟他们讲感情 而不讲求利益 当他们追上你时 那你就等着被吃掉吧 所以追求利益 是一种非常正常的行为 是人性的本能 也是我们生存的动力 我们每天都在追求利益 但只不过 我们没有察觉到而已 但现在我告诉你 在任何情况下 都不要去追求感情 只追求利益 因为感情是会变的 而利益是永恒的 感情是建立在利益基础上的 而感情不过是一种表象 你追求感情的时候 就会在利益上吃亏 所以 在任何情况下 都不要去追求感情 只追求利益 这样你才能够在 人际关系中 立于不败之地 这就是第一点 不要再去追求感情 只追求利益 这点你一定要记住 下面我们再来说说第二点 你必须知道你的位置 在这个世界上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 你要知道你的位置 才能够在这个世界上 立于不败之地 很多人一直都在为自己的位置而烦恼 不知道自己在这个世界上 到底有什么价值 一直都在追求自己的价值 但事实上 你的价值是由别人来评判的 不是你自己来评判的 很多人一直都在为自己的 努力而烦恼 但事实上 你的努力是没有价值的 只有你的努力 能够给别人带来利益 你的努力才有价值 比如一个卖冰淇淋的人 他每天都在努力卖冰淇淋 但如果没有人买他的冰淇淋 那么他的努力就是没有价值的 所以 你的努力是没有价值的 只有你的努力能够给别人带来利益 你的努力才有价值 你可以看一下你的努力 到底给别人带来了什么利益 如果你的努力没有给别人带来利益 那么你的努力就是没有价值的 所以你要知道你的位置 你要知道你的价值 只有你知道你的位置 你才能够在这个世界上 立于不败之地 所以在任何情况下 都要知道自己的位置 只有知道了自己的位置 在工作中 了解自己在团队中的角色和责任 可以更有效地的发挥个人优势 在社交中 了解自己在群体中的地位 有助于建立更健康 积极的关系 你才能够在人际关系中 立于不败之地 这就是第二点 你必须知道你的位置 下面我们再来说说第三点 不要总是抱怨生活不公平 其实生活是公平的 只不过你没有站在生活的角度去看 很多人一直都在抱怨生活不公平 觉得自己特别的苦 为什么别人就那么好 为什么自己就那么差 但事实上生活是公平的 只不过你没有站在生活的角度去看 我们都是生活的一部分 生活就是由我们这些人构成的 每个人都是生活的一部分 所以生活就是由我们这些人构成的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 只要你能够发现 你的位置和你的价值 那么你就能够在这个世界上 立于不败之地 所以不要总是抱怨生活不公平 生活是公平的 只不过你没有站在生活的角度去看 这就是第三点 不要总是抱怨生活不公平 生活是公平的 下面我们再来说说第四点 不要总是去追求别人有的 要让别人追求你有的 很多人一直都在追求模仿别人 觉得追求别人是一种积极有目标的行为 但事实上追求别人是一种不理智的行为 因为在追求别人的时候 你就会在利益上吃亏 而一旦吃亏了 感情就崩溃了 所以不要总是去追求别人 要让别人追求你 只有让别人追求你 你才能够在人际关系中立于不败之地 所以不要总是去追求别人 要让别人追求你 这就是第四点 不要总是去追求别人 要让别人追求你 下面我们再来说说第五点 不要总是去赞美别人 要让别人来赞美你 很多人一直都在赞美别人 觉得赞美别人是一种美格 但事实上赞美别人是一种不理智的行为 因为在赞美别人的时候 别人会自大然后 以为你低态一等 看不起你 甚至心怀不轨的人 就会开始当你是笨蛋欺骗或者欺负你 你就会在利益上吃亏 而一旦吃亏了 感情就崩溃了 所以不要总是去赞美别人 要让别人来赞美你 只有让别人赞美你 你才能够在人际关系中立于不败之地 所以不要总是去赞美别人 要让别人来赞美你 这就是第五点 不要总是去赞美别人 要让别人来赞美你 下面我们再来说说第六点 要学会拒绝别人 不要总是答应别人的请求 很多人一直都在答应别人的请求 觉得答应别人的请求是一种善良的表现 但事实上答应别人的请求是一种不理智的行为 因为在答应别人的请求的时候 你就会在利益上吃亏 而一旦吃亏了 感情就崩溃了 所以要学会拒绝别人 不要总是答应别人的请求 只有学会拒绝别人 你才能够在人际关系中立于不败之地 所以要学会拒绝别人 不要总是答应别人的请求 这就是第六点 要学会拒绝别人 不要总是答应别人的请求 下面我们再来说说第七点 要学会隐藏自己的弱点 不要总是向别人展示自己的弱点 很多人一直都在向别人展示自己的弱点 觉得向别人展示自己的弱点 是一种真实的表现 但事实上 向别人展示自己的弱点 是一种不理智的行为 因为在向别人展示自己的弱点的时候 你就会在利益上吃亏 而一旦吃亏了 感情就崩溃了 所以要学会隐藏自己的弱点 不要总是向别人展示自己的弱点 只有学会隐藏自己的弱点 你才能够在人际关系中立于不败之地 所以要学会隐藏自己的弱点 不要总是向别人展示自己的弱点 这就是第七点 要学会隐藏自己的弱点 不要总是向别人展示自己的弱点 下面 我们再来说说第八点 要学会善待自己 不要总是为别人活着 很多人一直都在为别人活着 觉得为别人活着是一种无私的表现 但事实上 为别人活着是一种不理智的行为 因为在为别人活着的时候 你就会在利益上吃亏 而一旦吃亏了 感情就崩溃了 所以要学会善待自己 不要总是为别人活着 只有学会善待自己 你才能够在人际关系中立于不败之地 所以要学会善待自己 不要总是为别人活着 这就是第八点 要学会善待自己 不要总是为别人活着 下面我们再来说说第九点 要学会放弃不值得的人 不要总是抱着不值得的人不放 很多人一直都在抱着不值得的人不放 觉得抱着不值得的人不放 是一种坚持的表现 但事实上 抱着不值得的人不放 是一种不理智的行为 因为在抱着不值得的人不放的时候 你就会在利益上吃亏 而一旦吃亏了 感情就崩溃了 所以要学会放弃不值得的人 不要总是抱着不值得的人不放 只有学会放弃不值得的人 你才能够在人际关系中立于不败之地 所以要学会放弃不值得的人 不要总是抱着不值得的人不放 这就是第九点 要学会放弃不值得的人 不要总是抱着不值得的人不放 下面我们再来说说第十点 要学会接受别人的好处 不要总是拒绝别人的好处 很多人一直都在拒绝别人的好处 觉得拒绝别人的好处是一种谦虚的表现 但事实上拒绝别人的好处是一种不理智的行为 因为在拒绝别人的好处的时候 你就会在利益上吃亏 而一旦吃亏了 感情就崩溃了 所以要学会接受别人的好处 不要总是拒绝别人的好处 只有学会接受别人的好处 你才能够在人际关系中立于不败之地 所以要学会接受别人的好处 不要总是拒绝别人的好处 这就是第十点 要学会接受别人的好处 不要总是拒绝别人的好处 下面我们再来说说第十一点 要学会保护自己的利益 不要总是为别人付出 很多人一直都在为别人付出 觉得为别人付出是一种美德 但事实上为别人付出是一种不理智的行为 因为在为别人付出的时候 你就会在利益上吃亏 而一旦吃亏了 感情就崩溃了 所以要学会保护自己的利益 不要总是为别人付出 只有学会保护自己的利益 你才能够在人际关系中立于不败之地 这就是第十一点 要学会保护自己的利益 不要总是为别人付出 下面我们再来说说 第十二点 要学会拒绝别人的请求 不要总是答应别人的请求 很多人一直都在答应别人的请求 觉得答应别人的请求 是一种善良的表现 但事实上答应别人的请求 是一种不理智的行为 因为在答应别人的请求的时候 你就会在利益上吃亏 而一旦吃亏了 感情就崩溃了 所以要学会拒绝别人的请求 不要总是答应别人的请求 只有学会拒绝别人的请求 你才能够在人际关系中立于不败之地 所以要学会拒绝别人的请求 不要总是答应别人的请求 这就是第十二点 要学会拒绝别人的请求 不要总是答应别人的请求 下面我们再来说说 第十三点 要学会独立思考 不要总是跟风 很多人一直都在跟风 觉得跟风是一种时尚的表现 但事实上 跟风是一种不理智的行为 因为在跟风的时候 你就会在利益上吃亏 而一旦吃亏了 感情就崩溃了 所以要学会独立思考 不要总是跟风 只有学会独立思考 你才能够在人际关系中立于不败之地 所以要学会独立思考 不要总是跟风 这就是第十三点 要学会独立思考 不要总是跟风 下面我们再来说说第十四点 要学会保护自己的隐私 不要总是向别人展示自己的隐私 很多人一直都在向别人展示自己的隐私 觉得向别人展示自己的隐私 是一种真实的表现 但事实上 向别人展示自己的隐私 是一种不理智的行为 因为在向别人展示自己的隐私的时候 你就会在利益上吃亏 而一旦吃亏了 感情就崩溃了 所以要学会保护自己的隐私 不要总是向别人展示自己的隐私 只有学会保护自己的隐私 你才能够在人际关系中立于不败之地 所以要学会保护自己的隐私 不要总是向别人展示自己的隐私 这就是第十四点 要学会保护自己的隐私 不要总是向别人展示自己的隐私 下面我们再来说说第十五点 要学会隐藏自己的缺点 不要总是向别人展示自己的缺点 很多人一直都在向别人展示自己的缺点 觉得向别人展示自己的缺点 是一种真实的表现 但事实上 向别人展示自己的缺点 是一种不理智的行为 因为在向别人展示自己的缺点的时候 你就会在利益上吃亏 而一旦吃亏了 感情就崩溃了 所以要学会隐藏自己的缺点 不要总是向别人展示自己的缺点 只有学会隐藏自己的缺点 你才能够在人际关系中立于不败之地 这就是第十五点 要学会隐藏自己的缺点 不要总是向别人展示自己的缺点 下面我们再来说说第十六点 要学会拒绝别人的好处 不要总是接受别人的好处 很多人一直都在接受别人的好处 觉得接受别人的好处是一种幸福的表现 但事实上接受别人的好处是一种不理智的行为 因为在接受别人的好处的时候 你就会在利益上吃亏 而一旦吃亏了 感情就崩溃了 所以要学会拒绝别人的好处 不要总是接受别人的好处 只有学会拒绝别人的好处 你才能够在人际关系中立于不败之地 这就是第十六点 要学会拒绝别人的好处 不要总是接受别人的好处 下面我们再来说说第十七点 要学会拒绝别人的请求 不要总是答应别人的请求 很多人一直都在答应别人的请求 觉得答应别人的请求是一种善良的表现 但事实上答应别人的请求是一种不理智的行为 因为在答应别人的请求的时候 你就会在利益上吃亏 而一旦吃亏了 感情就崩溃了 所以要学会拒绝别人的请求 不要总是答应别人的请求 只有学会拒绝别人的请求 你才能够在人际关系中立于不败之地 这就是第十七点 要学会拒绝别人的请求 不要总是答应别人的请求 下面我们再来说说第十八点 要学会保护自己的利益 不要总是为别人付出 很多人一直都在为别人付出 觉得为别人付出是一种美德 但事实上为别人付出是一种不理智的行为 因为在为别人付出的时候 你就会在利益上吃亏 而一旦吃亏了 感情就崩溃了 所以要学会保护自己的利益 不要总是为别人付出 只有学会保护自己的利益 你才能够在人际关系中立于不败之地 好了 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能够在以后的生活中 运用这些方法 让自己的人生过得更加的顺畅 更加的自在 谢谢大家